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這條影片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我外出外去旅行的時候 我拿著的袋子會帶什麼 這次我去旅行就帶了我三個袋子 其中一個就是這個背包 而另外還有兩個toe bag 有一個就是這一款 其實都是因為容易配襯衣 另外還有這個 這件衣服很可愛 我在街上走時有試過幾個人 都跟我說他很喜歡這個袋子 帶了過來很成功 但有時候去軟行的toe bag也有點不方便 我就會拿了這個背包 它是一個瑞典的設計品牌 這些黑色的位置全都是尼龍 然後粉紅色就是一些紡皮 這個袋子其實容量也挺大的 這個是部分位的扣 即是磁石扣 裡面中間我是放了超級多東西的 這個就是平時用來做VLOG的一個架 現在就是用上相機 所以上面就沒有架相機 接著有支水 接著有我的GoPro 連架架這樣就很方便 VLOG的時候 或者吃東西就會放在餐廳的桌面來拍 然後就有這個袋子 這個袋子我是在清邁買的 如果沒有記錯 裡面放了很多不同的相機電 還有SD卡 比較特別是有這個鬆弛紅的護身符 這個是我男朋友送給我某一年的情人節禮物 接著有我平時用的錢包 裡面會放的是港幣 我們是110元而已 我是不帶港幣出門的人 接著有我的提款卡 想用卡 我平時在香港用的東西 都是會放在這個錢包上 接著有件外套 就是我之前在台灣買的那件 其實在下午是用不著的 不過晚上的溫差也挺大 所以就先戴上 接著有這個搓手翼 現在應該每個人都必備的 接著有無窮無盡很多包的紙巾 大家可以看到裡面分了一個大格和一個小格 小格就會放一些我想容易拿的東西 例如一個手機 因為我現在用的電話 其實很少很少要充電 但是因為你在外國 整天都要拍照 我經常都開不同的APP 去拍照 就會搶電搶得很快 所以我就會戴上補充電 接著就到前面這兩格 這一格其實放很多東西 不過我沒有什麼要戴 我放了一個粉盒 也是Excel的粉盒 用它來補一補妝 然後鎖一鎖油 因為它裡面有粉撲 我覺得也挺方便 接著另外這一邊 還有一塊鏡子 我也是喜歡用正常一邊放大鏡子 因為我可以檢查一下妝容 都可以仔細一點 接著有我的Airpods 因為搭長途車的時候 都可以聽一下 有幾天是要搭火車的 所以都聽著了歌 或者是看Youtube 就要戴了 接著就有我現在嘴上的唇膏 就是Mercy的BT-6 今天用的顏色 如果你有興趣知道它的質地 所有東西的話 在GET READY WITH ME 那條影片就會看到 接著就有一支潤唇膏 之前在COSMAX STORE買的 然後這個包包特別的地方 背包後面其實有一個格子 但這個格子是沒有拉鍊的 我試了幾天 都放了我的旅行錢包 又沒有跌的 我不是玩命的 純粹是 我覺得很方便 一抽就抽到 或者有些朋友 其實旅行錢包比較小 是縮得進去的話 應該也不錯的 我的旅行錢包就是這個樣子 我去旅行是不會帶有很多名牌 就是貪被人搶 所以我也是很寒酸的 裡面有些什麼呢 有帖子 之後有些澳紙 之後有房卡 然後還有OPPO卡 就是澳東的白通 還有一堆單 還有一些散紙 所以很聚 這是我平時去旅行 都會用到的銀包 無論去哪個國家 我都會把外幣 因為它放到護照很方便 所以我都會放在裡面 我現在就把它放在那裡 我真的行走了幾天 上山下海 它都沒有跌出來 非常好 好 這是Waltz in my bed的旅行版 我現在就出發了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 我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有傳播兩條影片 每週都有傳播兩條影片 每週六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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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